高雄市取姓男子或法式餐厅聘任为厨师,但他未通过中餐烹调技能减定考试,拿不出厨师证照,进行存脚性,涉嫌卫造物专同学的并级技术证照,借以取得高雄市餐饮业职业工会和发厨师证照,桥头地院依许触犯行使卫造特种文书罪,判处拘役30天,得一颗罚金3万元,全案仍可上诉。 判决说,许,28岁,于2014年10月28日至2015年12月31日,向不知情五专宏宏信同学借的中餐烹饪丙级技术证照后,作为底稿,将上面姓名,出生年月日,照片予以篡改,再以影印方式,未造出他名字的技术证照,再交给不知情法式餐厅主管,代为填具申请书, 向高雄市餐饮业职业工会申请和发厨师证书。 法官经查,中餐烹调丙级技术证照,须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属技能检定中心,就应好人专业技能检定合格,再由中心统一发与合格者,属刑法第212,条具有表彰资历,能力性质特种文书。 法官认为,许所谓,触犯行使未造特种文书罪,妨碍高雄市餐饮业职业工会管理厨师证照的正确性,所谓不足取,念在饭后坦诚犯行,依法良处其行。 许姓男子未通过中餐烹调技能检定考试,进行存脚性,未造五专同学的并级技术试证照,借以取得高雄市餐饮业职业工会和发厨师证照。 桥头地院,依许触犯行使未造特种文书罪,判处拘役30天,得一颗罚金3万元,除为桥头地院外观,脱报器资料照,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